乔政坤 乔政坤 怎么是你 老爷 没事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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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你们下去 是 是 尚官亲 你把瘦果藏哪儿了 没想到 我们这么多年的朋友 你竟然为了一个瘦果 跟我翻脸 要不是我告诉你瘦果的秘密 你根本不知道有瘦果这回事 你真是太不讲义气了 说好了三个人平分 你为什么一个人拿走了 我告诉你 我压根儿没拿到瘦果 你胡说 我的人都看见了 那你让他们来对峙啊 这你就知了 你不想知道 下面的什么人 也没想到 你得干吗 你说 你得说 你得说 哎呀 不说 你不说 你得说 他自己想在内衦里 说 说 他自己想去 我的泥貌 好 既然你不相信我 你現在可以對我開槍 開槍 尚光芊 你最好不要騙我 你知道我活不了多久了 我現在只想保住我兒子 喬震天的命 別讓他跟我一樣 放心吧 我們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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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宋小姐 找我到底是有什麼事情啊 啊 对我们好 对我们好 是怎么做的 我们不愿意 找 salon 我都没有 我们都没有 那我们不愿意 宋小姐啊 你如此能说会道的 这个忙 我文轩一定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一定要帮我 我要是帮了你 我有什么好处啊 讨厌 小姐 谢谢啊 你脚扭伤了应该多休息 别再忙了 没事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今天还要倒不少药材呢 我还得收获呢啊 云成 云成 不好了 出事了 怎么了 慌慌张张的 原本给咱们供货的药材商 都不卖货了 那万地的药材商呢 那可是几十年的老关系了 城里城外都传出了消息 说是一个人买走了所有的货 一个人买走 不会又是乔政天稿的鬼吧 我看不像 不止咱们一家医馆 所有的医院和医馆 都买不到货了 好 这外面怎么了 出去看看吧 林翔 你留在这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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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看 欢迎 欢迎啊 欢迎大集啊 欢迎大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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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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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啊 都里边请啊 来 出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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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边请 里边请 奇怪啊 那个女的不是宋记者吗 他怎么做起生意来了 小姐 小姐 我刚才打听了 听说这个齐兰德商行啊 出价很高 市面上能买的药全都买了 刚才有很多人在骂他 他这是损人不利己 我只想要讲讲道理去 小姐 小姐 你千万不能去 你想想 这老百姓能忍一天两天 那忍不了一两个月 再说 他们后面有日本人撑腰 这很多商人都怕他们 还有点奉承他们 日本人撑腰怎么了 这是咱们中国人的地盘 还不信治不了他了 大黄 你看好医卦 我去一条市政厅 我陪你去吧 走 小姐 齐兰德商行的货物可以放心 你给他们送我去吧 是 慢着 你先下去吧 好的 原来是你批准商行经营药材生意的 你不知道他们用高价垄断了药材 全城都没有药可以用了吗 老百姓去哪儿看病 云长 这可是正当的商业竞章 商行的老板宋子清 已经投靠日本人了 你为什么还要帮他 我为什么要帮他 因为他是我的女人啊 我不帮他 谁帮他 文轩 你有女朋友了 恭喜你啊 我又能找你恭喜我吗 你是觉得我上官文轩 找不到女人了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希望你们 早日修成正果 云长 我们走 上官文轩 你嘴上说着多喜欢阿瑶 背地里干这样的勾当 我告诉你啊 你这种以权谋私的人 我看不起你 不要脸 阿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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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我呀阿瑶 阿瑶 阿瑶 你别生气了 文轩她就是 鬼迷心窍了才会被宋子清骗的 我没生气 文轩她愿意跟什么样的人好 那是她的事情 和我没有任何关系 再说 我喜欢的人也不是她 星辰 她可能也回不来了 她一定会回来的 不管她什么时候我回来 我都会等着她 阿瑶 咱们从小跟文轩一起长大 万一她真的是被宋子清骗了呢 我一直都把文轩当弟弟看 但愿宋子清是真心对她吧 二位媒体 小心点啊 二位媒体 你们想干嘛 嘿哥俩啥啥 你们走开 干嘛呀你们 我告诉你们啊 你们再跟往前 我就对你们不客气了 上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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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快 医长 医长 快躲起来 医长 快躲起来 医长 医长 快 放手 还我放 快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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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长 医长 你没事吧 医长 没事 医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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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长饶命啊 医长 我们再也不敢 医长饶命 医长饶命 饶命啊 还不快滚 医生 快走 医长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哦 我当时在国外啊 去学防身术了 这对付这几个毛贼 真是绰绰有余 对付这种人啊 就应该下狠手 免得下次啊 还得出来害人 你说得对呀 对付这种人 包括宋子清 就应该以暴制暴 阿瑶 你先回医馆吧 我回家有急事 我先走了啊 来 鱼儿 你来得正好 我也有事找你 我也有事找您 那你先说 什么事 我想要十万大药 十万 十万 你女儿可是狮子大开口吧 鱼儿 鱼儿 你说清楚 要能够 人生对自己呢 对付发生 第一帮助 人生对相订 人生对 没用 我真是 人生对 你 为什么 我 那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就知道爹对我最好了 老爷 你真的要给他十万打呀 就让他这么糟蹋吗 我拿去帮人总比你输掉墙 对不对 月儿 过来 我有事找你 好 老爷 爹问你 沐星辰到底是什么人 他就是一个兽医啊 兽医 你不是很想打败 齐兰德商行吗 如果你隐瞒爹的话 钱就没了 爹 你总不能让我为了钱出卖朋友吧 出卖朋友 爹这次跟乔政坤上官清去了迷雾森林 就是为了寻找圣果 结果碰到一群怪人 这群怪人全都能操动直路 其中有个怪人 听说是沐星辰的师父叫空缠 你一定知道 快点说 到底沐星辰是什么人 那我就跟你说吧 其实是这样的 他知道上官清把你们骗去神木族之后 就赶回去帮忙 没想到回去就不让他回来了 原来上官清想找到圣果 是想复活他的妻子 难怪他连夜逃跑 上了他的当 爹 这件事 可千万千万千万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上官清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报复的 如果上官清是沐星辰的叔叔 那你才应该小心一点 你跟沐星辰走得那么近 恐怕上官清早就盯上你了 他不会回来了 算了 不说这些了 时间不早了 我回医馆了 爹送你回去 来 走吧 远之 妈 你个小次了 我到处找你找不到 你躲在这儿干什么呢 鬼鬼祟祟的 你干嘛呢 那个我 我进去找了本书看 看的什么书 就是 那个 给我看看 拿来 拿来 快点 学习这是好事啊 这是 金瓶梅 金 金瓶 这种书你也看 你小小年纪怎么能看这种书呢 你不学好 你不学好 你还跑 跑 他们进来 我都没看 我打死你 我不 我这 你死我了 真的 我还没看他们就进来了 真的 里边写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那这么说 刚才你爹他们说什么 你都听见了 听是听见了 但是我不能说 这说出来就完了 你个小次老爱 你是我生的 我是你亲妈 连我都不能说 哦 他们是不是在想着 分咱们家的财产 不是分家产的事 那是 那是 我跟你说 他们说 我好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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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沐星辰私自前往外界的事 大家也都知道了吧 虽然他是我的儿子 也不能姑息纵容 大家说说该如何惩罚他吧 族长 星辰呢 这次虽然违反了族规 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好的 他是为了要救治神术 你看现在他也救治了不少族人 也保住了神术 如果你惩罚他太严厉了 是不是不太好啊 大家说是不是啊 虽然沐星辰就治族人有功 但也不能就此放过 那我看就罚他抄一千遍族规吧 你看行吗 好吧 还不谢谢你父亲 谢族长开恩 师虎 假扮少主欺瞒族人 罪不可恕 是我逼他罢我 不能罚他 族长 我有罪 我甘愿受罚 师虎 少主 你不用谈谱他 他是侍卫 知法犯法 罪佳一等 父亲 师虎是因我才隐瞒事情 不能罚他 那就罚他去罚牧场当苦工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赦免 谢族长 族长 你看星辰已经回来了 他跟小女月影的婚事 是不是 神术尚未治愈 我没心思考虑 放肆 你们的婚事早已定下 月昏 你去选个良辰吉日 尽快让他们完婚吧 是 谢谢族长 knot 马上 许多瘋 你这人 我 还好 啊 我 你这人 也算我 啊 我 你这人 我 没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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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了没有啊 干嘛你烦不烦啊 明天就要跟宋子清开战了 我有点紧张睡不着 陪我说说话呗 你为了十万块大洋 就把星辰出卖了 我才不想跟你聊天 你没告诉他我能听见吗 我没有出卖他 是我爹早就知道神木族的事情了 我告诉他 也是想让他提防一点上官清 要不是你 我早就去找星辰了 我也想去找他 要是他在的话 肯定会帮我想主意 陪我渡过这次难关的 还是有点想他了 好 好了 别难过了 这不是还有我留下来陪你吗 好 嗯 梅江 你最好了 谢谢你啊 最喜欢你了啊 嗯 啊 问你 你喜不喜欢星辰了 喜欢啊 喜欢啊 当然喜欢啊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喜欢他啊 我喜欢他 他都能解决啊 还喜欢他 身上那股草药的香味 不过 再喜欢有什么用啊 他又不回来了 行辰 你怎么来了 你看 这是我给你做的荷包 喜欢吗 我不带这种东西 没关系 行辰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做啊 我什么都不喜欢 你怎么现在变得这么冷冰冰的啊 我不一向都这样吗 还有 之前陪你的人是石火 不是我 你不要跟我提这个人的名字啊 他是个大骗子 我讨厌他 他欺负你了 你想什么呢 好想永远这样 好幸福 好想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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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父母 还没这么多 感谢我 好想永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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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茜茜 岳茜 岳茜 岳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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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茜 岳茜 岳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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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小姐 这些伤口 从今以后就都是您的 是 谢谢诸位了 给你 那叶小姐好 我们就告辞了 告辞了 再见 先告辞了 宋子清她想要垄断帽子 我偏偏在她旁边做生意 大黄 你去给我查清楚 她的经营范围 跟进货渠道 他们卖什么 咱们就买什么 而且得货比他们好 价比他们低 好嘞 姚老板 您那边有多少药材 我就要多少药材 如果有人用高价来买的话 您记住 我永远比她高一成 好 好 那一言为定 我已经从周边的大城市 我已经是在这一年 我认为定 你不是在这一年 你能够赴 你 我认为定 你 我认为定 我认为定 还认为定 他 是 感谢观看